现在据我们观察一下 已经到达了三十四度五 哥们这个有没有发现 岳明真的是他 是杜西导演的小秀 好吃的时候他总在 好吃的时候躺着的时候 坐着的时候 全部在 都在 一旦有一些什么辛苦的选题 溜了 完蛋了 今天还好 岳明虽然没人来 但是咱们那个选题坛 新鲜血液加入了 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今年咱们再就业 成功火爆一下的 0713团成员苏醒 来 大家欢迎 谢谢 零七 杭哥好 宝哥好 凯旋哥好 各位弟弟们好 特别特别开心 对 就是我记得上次来代班 是十二年前 你看看 那是一个冬天 来代班天天向上 之后就顺利地进入了 我演艺生涯 更为漫长的冬天 冬天 但是这次不会了 今天是夏天来的 高人了 对 而且我们是一个热度的主题 是 希望借着咱们的热度和这个主题 能够继续再热一热 热起来 希望兄弟几个可以接纳我 没来的哥哥以后 也可以不用 不是 就是 大家又来得好 一起天天向上 爱你们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这个美其名曰 是沉浸式的这种感受 高温天气的工作状态 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大家说说看 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感受 那天我听了一个段子 就说有一个网友说他自己在菜市场买了活虾 带回家的路上拨开就发现有两只已经煮熟了 就真的直接上天堂了 真的真的这个 这就是刺身了 我最近听说一个来自这个福州的女孩子啊 做了22页的这个旅游的攻略 她过了850公里来到了我们湖南长沙旅游 结果因为太热没出门 在酒店吃了三天外卖 我看了视频 她在视频里一页一页展示做特别细致的手工的那个内容 今天去哪儿上午干啥 对 下午干啥 结果哪儿也没去 吃外卖 是的 那么我们这一辈人啊 和现在的年轻朋友对夏天都有自己属于的专属记忆 所以我们这个NewTro兄弟团呢 今天直接按照生理年龄啊 按照生理年龄 物理年龄 物理年龄吧 物理年龄 我可不承认 分成两个团 我们这边的老派兄弟和旁边的新派兄弟 是的 本场呢设置了三轮逃离高温房的决战 我们通过三轮高温相关的游戏 来进行挑战决出胜负队 胜队呢就可以留在那个棚里面 吃着冰西瓜 吹着空调 失败队呢我们将会在高温房里面继续体验有三位神秘高温条件下的工作者带来的三轮高温挑战 既然这样咱们就开始吧 咱们开始 快点 就不行了 哥哥们对不起了